大家好,進入到2023年啦! 你各位在年初的廉價期間是不是也補了不少好劇呢? 那今年接下來也是精彩客期 我們馬上一起來看看吧! 這部劇呢,從頭到尾都讓我感受到一個痛字啊! 題材相當特殊又驚悚 雖然跟我原來期待的劇情不太一樣 但在驚人程度上是有達到一定的吸睛效果 不過劇情情節本身呢,我沒有get到 基本上來說,整體走向除了驚悚以外 就是稍嫌老套的壞人與主角的你追我跑戲嘛 開播前就讓人十分期待的慢改劇 選角還原程度之完美的 一開始的幾集也確實讓人感到有趣以及吸睛 但越往下看就越感到說不出的尷尬感 雖然主演們我都很喜歡 但這種劇情的演技呢,可能需要更加自然以及更多磨練 才能讓觀眾入戲 希望下半季整體能有更好的發揮 地下精英三顆星 想必去年有許多劇名因為我的出走日記而成為孫太太 這一次孫喜酒呢帶來很不一樣的角色回歸 這一部的演員無庸置疑都十分出色 地下犯罪組織的氛圍也抓得恰到好處 只是作為孫太太的一員呢 等著她出現的級數實在是有點拖得太長了 中間劇情也有些讓人恍神的部分可惜啦 愛情的理解三顆星 步調十分讓人糾結的一部劇呢 其實整體色調和氛圍都很美好 而且男女主角搭起來是非有CP感 但我個人在純愛情劇上呢 就是無法付出12萬分的專注 步調緩慢,男女主角的性格都稍微讓人感到鬱悶 看了以後呢真的讓我覺得 愛情實實在在的令人難以理解啊 脂肪子第二季3.5顆星 脂肪子就像我上一回說的 單純把它看作一部新的劇來看的話 表現得還不差 這也都歸功於優秀演員們之間的化學效應 還有整體場景的氛圍 第二季還加入充滿魅力的新角色 整體劇情發展在這一季有更好的表現 一些讓人鬱悶的部分呢也終於不再糾結 希望大家都能撐到第二季啊 MISSING他們存在過第二季3.5顆星 等了好一陣子的第二季呢 這一次劇情又加入更多可愛的笑點 整體跟上一季一樣溫馨中帶有淚水 劇情敘事當然也是挺不錯的 每一位配角故事的串接都很有連接性 只是模式呢跟上一季有點過於類似 整體看下來是比較沒有驚喜和突破感的 稍微可惜啦 財閥家的小兒子4顆星 宋仲基呢以小兒子的身份重磅回歸 不論是話題性還是討論度 在播送期間都一直居高不下 整體劇情除了結尾以外真的是十分優秀 劇中雖然角色聚與多 但每一家的人呢都將各自的特色和野心演繹的十分有辨識度 期間一來一往的商戰隊首戲也都讓觀眾連連讚嘆 無法克制的一集接著一集 還魂第二季四顆星 再一部續集作品 這一季的精彩度呢我覺得超越了上一集 因應劇情而更換的女主角和男主角的CP感也是蹭蹭的上升 整體劇情因為男主的變化而少數激增 劇情呢也將所有的梗都接上 主要角色們都有出色的發揮 是一部由年輕演員們成功撐起的古裝奇幻好劇喔 法前四顆星 是一部以法律和金錢來爽快復仇的好劇 看兩方人馬如何一來一往的在法律和商業上 以不同的方式設法將對方擊敗 雖然主角的崛起並不是以合法的方式 但懸崖勒馬將自己的才智用在正確的道路上 以此驗證正義始終會獲得最終勝利的道理 總之就是兩個字爽快 再後調查日誌第一季4.5顆星 因為播映期間呢強碰財閥的小兒子 所以收視率表現並沒有太好 但這一部呢真的是值得更多的討論度和關注度啊 緊銷合作查案的精彩過程 替每個故事帶來豐富又飽滿的劇情 主演們合作無間的默契 也讓這一部無論是在主軸劇情 或是恰到好處的感情戲上 都有著絕佳的可看性喔 王后傘下五顆星 有影后領銜年輕主演們的精彩古裝成長劇 劇裡面呢有許多年輕皇子 每一個躍角都有不錯的發揮 讓觀眾清楚體會到每一個角色的魅力 王后當然不管在情感或是公鬥劇情上 都呈現出很細膩的演技 與前輩演員的對戲更是這一部的看點之一 整體劇情毫無冷場精彩無比 激推! 《黑暗榮耀》第一季《五顆星》 這一部呢毫無懸念可以說是 近期最具話題性的好劇了 就算平常沒有在看韓劇的人 也多少因為口耳相傳而入了這個坑 這部劇的氛圍呢雖然是暗黑音域的 但是又帶有復仇的爽快感 雖然在第一季復仇劇情算是剛開始而已 但相信下一季透過主演們的精彩演繹 一定能帶給大家更多的驚喜和反轉 你各位的第二季就要來啦 趕緊延續這一波熱潮 打擊霸凌人人有責 本期的特推呢是懸疑驚悚電影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 那這一部呢劇情非常有警示性 所以歪推在這一次特別的不是推薦劇集 而是推薦電影喔 以在生活中重度使用手機的現代人為主軸啊 讓我們認知到現在儘管生活便利 但是不要忘記這些科技便利所伴隨的危險性是隨之而來的 各位都應該好好看一下這部啊 第一點驚悚演技精彩鮮明 男主角是非常著名成功轉型的演技偶像 人時丸 在這一部之前呢就有挑戰過幾次驚悚演技 一次次都非常讓人驚喜 不管是反派角色或是變態殺人魔 都演繹得十分成功 這一次呢也不例外 不論是和善中帶有不祥氣息的眼神 還是瘋癲狂妄的神情 再再刷新他自我的演技魅力啊 第二點主題明確 節奏明快 在現今社會呢 手機一機就具備許多便利的功能 不論是日常還是娛樂需求 只需要一支手機就能完成任務 電影主題呢就從這樣的現況為主軸 帶出女主角從掉了手機開始 出現一連串的怪事 穿插警方正在調查的連環殺人案件 整體劇情完整而且十分有連結性 第三點情節緊湊步步懸疑 劇情主軸很清楚 所以氛圍的呈現已抓得非常好 搭配劇情發展的各種情節 都成功展現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情境 讓人忍不住設想如果自己是女主角 當你周邊任何人事物都值得懷疑的時候 你還能承受多少的精神壓力 遇上這樣的發展究竟應該如何去應對呢? 這一部呢改編自日本的犯罪小說 那他的情節細膩啊再搭配上男主角精彩的演技 真的有種讓人發自內心的含義有出來 雖然情節上大致上的發展並不意外 但光是這個主題呢就很值得我們每一位 手機重度使用者 看完之後呢去思考一下 這樣的犯罪模式其實離你我都不遠喔! 接下來要看的還有 頭腦共住 神聖的離婚 浪漫速承斑 模範計程車第二季 黑暗榮耀第二季 近期的話題中心呢除了黑暗榮耀的續集之外 當然還有模範計程車第二季啦! 在第一季爽快已爆至爆的男主角計程車司機金稻奇呢 在新的一季會有什麼樣新的裝扮 或是有什麼精彩的打鬥戲在等著大家呢? 那當然也不要錯過接下來的大咖們回歸啦! 2023第一季劇推呢有不少的高分劇集值得你去看看喔! 那接下來這一年當然還會有很多新劇還有新的續集接力上線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或是對內容有什麼疑問的話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也別忘記要Follow我們的IG! 那我們就推薦下季見!掰掰!